要学习的不是去记说这个函数怎么用 而是说你要能够知道说到底去利用你的这个函数 它给你的讯息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去使用它 比如说是否正确好了 一般的话我们理论上是长度一定是十个字 如果不是十个字那就错 yes或no y跟n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插入一个这个函数 里面的话用逻辑 这个逻辑也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 当然可以先讲 可以一复因为太常用到 一复什么 它会有三个 第一个是你的逻辑 第二个如果是true的时候做什么事 如果是false的时候做什么事 那逻辑当然因为我有置换长度 所以你可以指这个c3 如果等于十这件事情 它为true的时候为真 那就表示yes打个y 不过你会发现 它打个y之后 你把它移开 它会前后怎么样 帮你加上双引号 ok 这个双引号是必要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上双引号 它就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字串 它就不知道这是文字 其实就是指的是文字 那打个n 当然你移开 它会自动帮你加 所以我没有加的原因是 因为它会自动帮我加 所以我就不加 因为打可能还打一个n会比较快 这样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把它自中一下 也许我再把它自中 yes或no 上下填满 就可以得到我最后的结果了 ok 那当然不过我们是分两阶段来做 先做出len 再做出是否正确 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我一次就 这个就不要做了 ok就不要做这件事 直接做这个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啦 要不你就把它隐藏 不过好像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需要怎么样 把len加进来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这个c3这个部分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len 那不过有的时候啊 如果你要不熟的同学 你可以这样把这个公式 这样复制起来 如果说 其实很多同学啊 都会想说直接做后面的 那可是你的功力还不够的时候啊 你就做不出那么长一串 其实还有更复杂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哇 里面一堆啊 那公式其实后面要做出来 非常复杂 但是那些复杂的东西 绝对不是一次做完的 他一定是分很多阶段哦 是拆解出来 因为很多人买书回去看 哇天啊 这什么东西 怎么做出来 那个作者为什么是 跟神一样嘛 其实不是 他是按照一个一个步骤的拆解 然后分别把它完成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观念上面 可能你要慢慢的 去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很多人哦 都会把很多问题 都一次性的全部想要解决 不可能 你要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请你要把你的问题 把它切割 切割完之后 那慢慢你的问题就非常好解决 但是你没有分割的话 你这个问题就会非常非常复杂哦 那你把它复制起来 不包含等号 你妈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贴到C3 贴上 这样也可以啦 有没有 L1N 然后啊 或者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等于10 yes或no 可以打勾 那最后结果应该也是会是一样的 OK好 那不过如果你不熟啦 我是建议你分两个部分 就跟你第二个 L1N这个有个范例啦 性别 当然我们这地方不是用L 是用MID MID函数 那你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做性别之前 你可以先做抓第二个字 在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要抓第二个字的话 那你可以插入函数 直接去抓那个一样文字 那其实文字最常用的不外物就是Labs 从左边 right从右边 那mid就是MID啦 中间 那mid的话 mid函数 它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 它还要多一个参数 Labs是左边算过来几个字 就两个格子 那这个是会多一个格子 它会多一个就是star number 意思就是第几个字的意思 那因为我要抓的是 身份字号 这个给它 对吧 那要抓几个字 抓一个字 在这里 Lunberg try 这个是几个字的意思 我要抓一个字 那从第几个字呢 从第二个字 所以你抓完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它会给你的结果 这个是你的身份字号 从第二个字里面 去抓一个字 抓到这边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1跟上面这个1 有没有不同 其实非常重要 如果你这个观念没有的话 很容易就会做错 很多人呢 把那个文字的1跟数字的1 看成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它是不一样 你会发现它是前后多了一个双银号 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地方按确定之后 那你会发现呢 我一样把它置中 它这个数字就出来了 有没有 122 那当然一样逻辑判断 插入环数 你可以分两阶段做 逻辑 这个逻辑的话呢 就是 打按错了 插入环数里面 一扶这个 逻辑的话呢 就是当它 如果 假设了 等于1 特别注意哦 我刚刚讲过哦 等于1 直觉好像是这样 但是哦 因为刚刚前后有双银号 请记住 一定要加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它全部都是女生呢 因为它 它那个1 跟双银号的1 不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输入一个男 反之的话呢 就是女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最后的结果很快的 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你会把它移开 它自动会帮你加双银号 移开 就自动帮你加双银号 不过好像不是每一个函数 都会自动帮你加双银号 因为之前好像用到一个 indirect的那个函数 移开 没有双银号 然后呢 一执行就错掉了 因为它不会自动加 因为我们习惯都会 以为它会帮我 实在没有 所以就错 发现奇怪 为什么错 原来它没有帮我加 我就自己加 就正确了 OK 好 这边的话呢 我们做出按确定 你会发现性别就做出来了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这个跟怎么啦 这个直接把 就刚刚做的那 mid的函数啊 你也可以再把它 复制 贴到哪里呢 D12里面 有没有 比如说这一串感觉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 但是如果你要把两个合并在一起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 记得等号标复制到 贴到D12的位置 盖过去之后 打勾 有没有 那把它执行下 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你会发现公式会比较难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的习惯 我会先拆解 12345 也许好几个对不对 那我先把123先做完之后 再去做最后那一个 然后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然后如果要看到最后那个 那因为我那几栏都是只是过度的 那我再把里面公式贴到上面去 再执行就会看到最后的公式 OK 那人家看到是最后那个公式会觉得很恐怖 实际上是有一个过渡期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这两个 一个是 就是yes或no 一个是性别的部分 那也是一样都分两阶段 LEN 这个是MID 那这个只是说让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在插入函数里面的文字函数 有这些 但是文字函数里面当然不是只有这些 包含还有什么呢 可能你比较少用的 CHAR 这个是取什么 取你电脑里面的自圆机 你想说自圆机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ASCII code 计算机概论里面有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 这个Google里面 打一个ASCII ASCII 或者你计算机概论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 就是那个 这个有个计算机 就是在美国最早设计电脑的时候 会去定义什么 那个键盘的位置 那个键盘的位置 第几个应该放什么 那其中的话呢 如果是这个实境位的 其中 49 48是0 有没有 57是9 看红色这个 那如果大A是65 65 然后一直到D的话 是 90 所以如果说你要用Track 还是你不会的话 你就按确定 然后你输入65 有没有发现A出来了 OK 是这个意思哦 如果你不懂 请各位查 关键字 ASCII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 Big 5 就是全形转扮型 很多啦 所以有些你假如没有用过 我觉得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后面我们还会 有个范例是用Find 这个Find也非常好用 比如说呢 你将来你要找 某一个 某个储存格里面 有没有哪个字出现 那有哪个字出现的话 在第几个位置 那我还可以配合MID MID的函数 去把你要的部分切出来 就像 我在云端 白板上面有个范例 同学问的 他每天的工作是要 从网络上抓资料 到一个储存格里面 但是他只需要那个储存格里面 有超连结的部分 他必须把它切出来 但是他现在的做法是 用手动去选取 贴到隔壁那个储存格 但是他不会用其他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会Find函数 再加上那个刚刚用的那个MID函数 两个函数 你的工作就解决了 OK 那后面也许可以补充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诸如此类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 每个每个讲 OK 还有像replace subject to是取代 可以取代 Test等下会用到格式化 这个等下有 手机那个也可以用这个 OK 好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那个 Excel里面的制定函数里面大概255个左右 其实它主要是都有一个共通性 你要去了解它的共通性 而不是去实际说哪个函数要怎么去使用的相关问题 另外就是说很多的你需要的功能在Excel里面是不存在有这个函数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很多人老师有没有什么功能 我要什么在Excel里面有没有 我说没有 没有怎么办 自己把它变出来吧 所以如果你要自己把它变出来 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用VBA了 OK 所以很多人说老师那我干嘛学VBA 里面都有了我干嘛来学 道理很简单 很多其实很多你工作需要的在函数里面是没有提供的 OK 第一个 第二个是即便有提供 但是你必须要做非常多的事才能完成 那你还是最好提高效率还是用VBA 给诸如此类的 好那请各位 把刚刚讲的那个LEN还有MID 还有再加一个IF逻辑部分先练习过 那待会我们还是一样 中文练习手机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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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